好吃的美食也可以发挥爱心来做公益 台北市开平餐饮学校 今天就举办了一场爱心千人的餐会 以版斗的方式邀请弱势民众来品尝 学生亲手做的好料理 而连续三年做下来 学生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所学 用爱心来回归社会 有炸虾还有海鲜拼盘 为了把摆来桌的半桌料理打点好 让弱势民众也能享受丰盛的开春菜肴 学生们早上六点多就起床 忙得不可开交 热乎乎的蒸笼里面有素菜组合 有人生鸡汤 开平餐饮学校两百位学生 展现自己所学 和师傅一起规划菜单 挑食材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这次是我们跟师傅一起讨论怎么做 然后师傅再来检查 看看我们做的对不对 不对马上修改 很紧张 很紧张为什么 因为什么事情都要动作快点 对 上千人的餐点 让很少有半桌经验的同学难免很紧张 但为了让弱势民众享受舒适的一餐 连外场服务也不马虎 十二点半才开桌 但还没到中午就已经有民众迫不及待来卡位 有吃了就可以 不要什么菜单 吃饱就好了 看到菜单是很好看 但是吃到不少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续续三年的时间 开平餐饮学校的高中生 每年的贡献所学 加上企业赞助部分经费 千人的餐会不只是请客吃饭 也有浓浓的爱心 谢谢小陈伯玉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